后面的第八个呢 就是快到结束的合同的最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终止日期 就是如果说就是有个试用期 这个六个月之内 六个月是试用期 前面六个月是试用期 在试用期之内 就是你或者说护士学校都可以说 不想继续了 他也可以说 就是不需要说什么 在六个月试用期之内随时都可以开除你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说六个月之内 你也可以随时说你不干了 你可以继续不干了 就是在德国基本上都有 不管你是在哪个公司上班 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试用期 试用期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因为在德国很多的公司 它很难开除一个人 就是如果要开除你 不想让你了 一个老员工的话 他需要找出足够的理由 你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才能把你开除 否则的话他没办法开除你 那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试用期比较重要 在六个月之内 这个企业是可以随时开除你的 所以这有个 这有个试用期六个月 作为一般的 没有出现 就接触到的 还没有说出现的 就是六个月之内 医院不要你的这种事 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然后就是 第二呢 就是说后面试用期六个月之后 这个医院如果要开除 你需要14天以内 书面告知你 然后还需要有这个 这个正当的理由 就是不能随便就开除你 然后如果你作为学徒 你作为学徒 就想你要辞职的话 提前一个月 书面通知对方就可以了 四周 提前一个月 这个也是和企业里面 其实当学徒呢 就是一个工作形式 他不能简单的 说成是学生 或者留学 他其实就是工作 工作的一种 他这种合同也是 除了这个护理法上的 也是符合这个 德国的这种 劳动法的规定 所以很多东西和这个 德国企业里面的规定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像你在德国 正常的企业就工作上班 你也是 你需要一个月 或者说三个月的 这种提前雇主 你就可以辞职 但是雇主如果要辞退 你就非常的困难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最后 后面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 这个合同 这个合同的效率 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合同 只有在护士学校 也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这份合同才生效 就是啊 有 有护理学校同时的 接受你 给你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才生效 这是 这是这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护理学校的同意 就是 呃 就是医院和护理学校之间 有 有关于你的这种协议 嗯 你这份合同也可以生效 那当然这里写的是 因为除了这份合同 这个学员除了拿到 这份合同之外 他同时也拿到 护理学校的这种 对 这种合同 所以呢 他就是 就选择的是第一种 这个护士 护士学校同意的情况下 这个合同才生效 这个已经拿到 护士学校的这个合同 说明这个合同也生效了 对 大概就是 这么 这么一份合同 就是从 从法律 从书面上来规定 你作为学徒 要做的什么事 工作的时间 拿到的待遇 然后享受的一些待遇 就会讲得很清楚 在德国就是 我觉得 就是工作 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 大家就分得很 分得比较清楚 就是你在工作中 享受的东西 你就是能享受 就是这样 就是希望大家从这些 从这些文字当中 就是书面的东西当中 来正确的来理解 你作为一个护士学徒 来做的内容 工作的内容 我享受的这些福利待遇 拿到的什么钱啊 休假这种东西 都是一目两然 都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说这个人说好 或者说那个人说不好 就这样 就希望大家能做出 自己的判断 今天呢 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